那文老师到底这个南瓜子能不能化碳 南瓜子呢是在中药里面属于一味中药 按照中医点击的记载呢 南瓜子有很多功能 南瓜子呢有不中医气的功能 有轻热解毒的功能 有杀虫的功能 也有化碳之客的功能 所以那么我们讲的化碳呢 包括在南瓜子 它的药用功能之内的 要说这个天价的南瓜的南瓜子 和普通的这个南瓜子 它有区别吗 那我们吃中药的时候 不仅吃里边的人 而且有些情况下 炼南瓜子的皮就是药 还可以用的上来 所以说跟价格无关 跟这个价格没关系 是南瓜子本身的药力作用决定的 因为以前就听这个文老师您讲过 说这个乳干有什么症状 分热症和寒症 对 那属于这个痰是不是也分寒热 对 痰呢也分为寒痰和热痰 分两种 那这个寒痰和热痰都管用吗 南瓜子呢是姓平 是平的 按理说对寒痰热痰 都有作用